大家可能熟悉它最重要 做到最多的研究是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 还是也建了很好的语料库 这个语料库用在口译教学中间 也在口译研究中间用了很多 而且也有很好的影响 所以当然它研究领域不只是这些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Digital Humanities 给我们今天好了很经典 包括Learner Factors and Situated Learning Interpreting Trailing等等等等 当然它也是一个Co-Editor of Bandom Journal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also Revisor of the Interpreting Translation Trailer 所以它也是很繁忙 今天也有机会参加我们这个论坛 给它一起分享 非常感谢安全教授Jens 我们把用掌声欢迎Jens跟Lens 非常谢谢德峰老师的介绍 也非常谢谢德峰老师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相聚在这么美丽的澳门 然后我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 就是我们在AI呢尤其是跟Interpreting有关的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进展 然后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好好学习 那我在开始之前呢想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因为我刚刚从欧洲那边回来参加那边的一个Working Group的一个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然后它的Conference theme呢就是Human Machine Language in Human Machine Interaction 然后我刚好是这个Working Group的成员 然后这是我们的Presentation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激动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将来的Academic Presenters 可能有一天我们会跟一个Machine同时在一起做Presentation 那我待会会回到这个主题 那是我自己在跟这个RobinPresenter在一起拍的一张照片 那其实今天的这个演讲的有关的内容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呢想讲一下就是What is AI 就是在我们可能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提到很多 然后我们也会对它产生一些不同的心理 但是可能规定截笔究竟是不是AI 我们可能了解了之后呢可能会知道了更多我们的这个Standing Point在哪里 然后另外呢就是接下来就是今天的这个会议的主题 就是有关AI的interpreting 最后会提一下就是也是从Compus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这边BIC打了一个Quitation Mark 就是大的口语数据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用途 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就是什么是AI 那提到AI的时候呢 大家会非常熟悉用的这个人是叫Alan Turing 那他是在英镑好像是50英镑上面就是他的头像 然后他提出来一个非常他是AI之父 然后他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呢就是图灵测试 图灵测试就是间别AI的一个标准 也就是说当你把人和机器放在不同的房间里面 然后你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有个人他如果不能判断是机器的那个房间里面的人 那个是机器还是人的时候呢 那他就叫做通过了图灵测试 那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我们自己领域里面的machine translation machine interpreting 它的起源和终极的目标可能都是跟这个图灵测试相关的 我们希望就是从他们的那个角度上来出发的话 从机器developer的角度上出发 但是希望有一天机器能够取代人类 虽然我们作为human interpreters 不希望这个事实发生 那其实他提出来这个理论呢 是在1950年呢 是在一个article里面提出来的 所以这个理论呢一直沿用到至今 包括在我们文学院里也经常说 什么是AI对文学的影响 就是相结合了这样的一场音乐秀 就是人和机器一同在台上和我们 然后加入荷兽的这个元素 也是非常寂寞的 然后它那个呢 就是也是用图灵来命名的这样一个实验室 那另外提到AI里面呢 就是有两个理念呢 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就是machine learning 还有一个是be-learning 这边所提到的machine learning会比较早一点 然后接下来就是深度学习 那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呢 就是在深度学习的时候能够把neural network的元素加进去 所以德凤老师你们这边做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然后就是对deep learning来说的话也是非常具有一些影响的 我这边把这幅图先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来讲一下 为什么你们觉得口译里面这个数据怎么重要 那另外就是现在大家提论比较多的XGVT 然后XGVT呢其实是OpenAI开发的 那OpenAI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private research laboratory 我们这里我这边highlight了一个它的目标 就是OpenAI这个实验室它的目标呢 是benefit humanity as a whole 那这个目标非常的重要 现在只是它的climb的一个目标 待会儿会要提到为什么这个目标很重要 但XGVT出来之后呢 就是颠覆了很多领域里面大家的一些想法 而且很多人就开始恐慌会不会失验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可能我们要了解一下 XGVT究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这个是一份研究报告有关XGVT它究竟能做什么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蓝色的键 最靠右边的那边就显示出来XGVT它做的最好的 它做的最好的呢是什么呢 Verbal Verbal expression 所以在语言的表达上来说它是做的非常好的 这是XGVT14.0 它的报告 然后我们看到最左下角这边 是XGVT做的不够好的 语字比较小 那其中包括的有几样的呢 就是其实是文学 还有就是code force writing 就是对code的一个writing 所以XGVT能做后不能做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也代表了就是AI它在哪一方面 它会比较发达一点 然后哪些方面它仍然需要human input的 然后左下角这些方面呢 反而就是我们人可能能够在跟人机结合里面 取得更加重要作用的一些领域和方向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关AI的一些迷思啊 那同样也是2015年就是在OpenAI成立的同一年呢 在Porto Rico开了一个AI conference 那这个会议也非常重要 当时就是很多的AI的researcher 他们讨论呢就是会 到底这个AI的将来会是怎么样 那首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迷思呢就是有关时间的迷思 那这边呢我列举了他们讲的几个重点的内容在这边 就是总体来说 我们到底应该要lory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最喜欢中间的那幅图 Plan Ahead 就是不管AI会不会来临 AI的时代什么时候来临 Super AI什么时候出现 这些问题呢 其实AI领域的人他们也能够定论 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做的就是Plan Ahead 我们各个领域的人可能都要Plan Ahead 所以这是我们的可能觉得反思的一个方向 然后另外一个点在那个会议上提到比较多的就是有关AI 尤其是Super human AI 它的一些可能的一些危险在哪里 那这边其中的一个迷思呢就是 AI 它究竟会不会有目标 那还有就是 其实它的事实上来说呢 所有的machine都有他自己的目标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决定它是不是AI 或者是不是人工智能那个标准 那这边有另外的一些迷思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值得我们lorid 就是AI它走的那个方向和我们人要取得的目标 如果是就是两条不同的路径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值得担心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迷思 这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我们现在觉得在AI的发展过程中间 我们作为人文 我相信我们大家在座的部分 就是基本上都是属于就是humanity 这个领域的学者会比较多一点 那属于我们这个领域的学者 我们可能很有发挥的这个空间的地方 而且是其实是humanity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时代 在AI的时代 其实人的这个作用非常的重要 因为其实是人决定 刚刚讲的那个图音测试里面 人决定那个房间里面究竟是机器还是人 而且与此同时呢也是人来知道 什么样的数据放到AI里面去 怎样来用这个AI 所以这个领域里面来说的话 humanity的最大的contribution 应该就是在AI和ethics这个领域 那这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地体 包括delta access products 还有就是在我们输入delta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样的证件 然后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些计算方法 决定了将来的人 他们所谓的知道的knowledge 或者是怎样的 还有就是AI ethics和transparency 究竟有多透明 因为这样GVT呢 它之前是没有提供任何的source 在那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其实Google做得比较好一点 因为至少我们知道它的original source 在哪里 但是现在 差GVT应该5点程的时候 会考虑加入original source的话 那就至少在知识的来源上面来说的话 有更好的判断力 还有legal life论 如果你用AI犯罪的话 罪责在哪 少在负责 那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值得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那我就得做一个宣传打个广告 在晋慧大学人文学院呢 我们就是做了很多相关的一些研究 而且就是其实是2015年开始 直到现在呢 我们一直都在考虑这个话题 所以我们一直对AI ethics和ethical AI这个理议呢 进行了一些系列的研讨会 另外跟大家汇报一下 就是其实三天之前 我们推出了HKVU 就晋慧大学的XGBT 然后就是邀请我们所有的教职员 要去测试 然后我们学校用task force 来讨论这个XGBT 究竟在我们学校的这个范围 这个领域里面 应该要怎么实现的问题 我们也积极地开展各种各种各种会议 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就是了解它是什么 了解了它是什么 我们才知道怎么来用它 然后怎么来控制它的使用 所以这是我们在经过那些 目前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我刚刚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AI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菜 AI and Interpreting 那我刚刚讲到 就是Machine Interpreting 和Machine Translation 其实都跟AI 它其实有一个舒服同工的一个目标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1977年的时候 大家你们都知道 就是E-Tier这个System 就是加拿大所开发的一个 天气预报的System里面 已经实现了Machine Interpreting 而且准确度是非常之高的 因为Machine Interpreting里面 如果我们说Weather Forecast 天气预报里面 通常用的词和句子 都是基本上是会重复出现的 所以这个领域上来说的话 AI它其实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那当然over the years 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我就觉得不是要给某个产品做广告 但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AI在口语里面的一些使用 包括我在荷兰开会的时候 因为我们会Dutch 然后我也虽然打了软件 然后觉得去餐厅点餐的时候 是特别有用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餐厅里面点餐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事 然后当时点的时候 有个菜叫做 它从那个Dutch翻译过来成英文的就是 Delicious dish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点了之后呢 发现人家就是fish and cheese 所以就是AI不能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AI在我们口语员培 刚刚是讲的是用家 它怎么来用AI来达置这个口语的作为用户来说的话 我们看一下对于我们口语员培训来说的话呢 其实今天提的比较多 我这里就简单 可能提一提呢 就是AI在口语里面培训的话呢 就是首先我们在classroom setting里面 可以就是有很多 我有一些同事他们也在开发就是ER 在相信也有很多同仁都在开发就是ER的使用 就是Mertal Simulation 然后Task Preparation以前准备 还有Performance 今天韩教授提出来的Performance Assessment 这一方面呢 相信AI其实也是有其中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的 在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这方面呢 其实主要是两个大的方面 一个是Continuous Education 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CAR 就是CAI 不是那个CII 是Computer Assisted Interpreting 所Facilitated Interpreting的这样的一个开发 这边我待会会举几个例子 所以我就不详细讲 我这边重点讲一下最后一部分 就是Big Interpreting Data 它的一些可能潜在的作用 首先回到这个议题上来说 Big Interpreting Data 为什么要Big Interpreting Data 就是我刚给大家看的这幅图 Machine Learning也好 Big Learning也好 AI它的最重要的圆权 Source是在于Input Input在哪里呢 就是在Data 所以在口译领域里面来说的话 Data非常的重要 那我这边 当然Data你是越多越好 但是呢 如果就是我们做Corpus的同仁 大家都知道 Representing Attentiveness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挑选这个Data的来源 它要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与此同时呢 这个Data呢 它必须是High Quality Data 那我们知道在口译里面来说的话 High Quality Data量非常难取得 所以呢 我自己做了一些比较笨的工作 所以就是之前就是 开发了一个Sepic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目前来说的话 也很荣幸就是应该是属于 比较最大的一个口译的 Open Access 一个口译的语料库 那大家可以Extend QR Code 就可以去到这个语料库上 可以下载你自己的 所Search的成果 那这个Coding呢 我们当时生花了很长的时间 而且每一个Transcription都是Manual 因为口译里面语料库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有Porses啊 Rising Tonal 这些全部都Annotated 包括Love 笑 然后全部都在里面 然后大家可以一次性Search出来 在6.5Mdata里面 究竟有多少次笑 然后Porses 我们有分长短的 长Porssearch 短Pors究竟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也非常excited 那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库之后呢 大家可以到网站上看 我们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Manual 介绍 然后也提供了一些Search的一些Word List 大家可以去尝试 玩意玩 然后这边是我们收集的一些MetaData 然后可以通过这个MetaData 这个其实有点像Generative AI一样的 因为你要问它问题 那这个Online Corpus 当然这个不是Transibility 大家可以问一些问题 就像跟Transibility玩一样 但是我们就是 有些框架限制了你可以问的问题的种类 然后出来的Data就是Quality Data 希望是 那这个是我们除此之外呢 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引用原文的重要性 所以呢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Vervetium 的一个Transcription 所以我们也跟网上的数据有一个对比 那这样呢 我们在下面也加上了原文的这个Text Link 和Video Link在里面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Corpus 当然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会比较多 比如说Word Cloud 然后可以进行Chronic的这样的一个比较 然后还有一个博士生 他也拿它去做Sentiment Analysis的一个分析 很有意思就是说 在智者招待会和那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比较里面 所以我们发现政府工作报告呢 会是positive 就下面这幅符 然后Q&A的时候呢 是mixture of verse 那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发现 那我们除了看不懂 但是呢 Data呢 我觉得Learned Data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我们的第二个Corpus 我给它取名的 跟Static是相似的 因为想作为一个姐妹Corpus 叫Static 那Static呢 原计划应该是今年要launch 某其他的事情就没有来得及 应该很快也是open access 可以供大家使用的 那Static它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我们在关注一下学生的同时呢 我们要看学生在beginning 到high advanced level 我们都有标注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对automatic assessment 得处一定的贡献 所以这个标注呢 我们就是觉得学生呢 他的本身的这个 Learned Background 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个Corpus里面呢 主打的就是非常big的 Learned Annotation 还有就是我们在取得的 就是想要做的一个 Semir Automatic 甚至到automatic 的一个annotation的工作 那我们主要就是focus 在lexic cohesive device 这是我们之前代表的一篇文章 这个是一个 其实是应该是像 OneNet一样 这个我画的不好 这是文章里面出现的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Octopus 是一个发展鱼的形状 而且我们在一个界面上测试了 现在可以出现八个发展鱼 而且是dynamic的 那大家只要就是进去这个界面之后 就可以看到八个互动的发展鱼 那与此同时 刚刚我讲到 对automatic assessment的作用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些相应的 annotated的一些 一些item 然后可以进行比较 可以看初级用户 不是用户 是同学 然后到intermediate 到advanced 然后到professional的人 他们之间在使用一些ex-codes befices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然后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 最后能够contribute到assessment上面的一些方向 那接下来我们会想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data preparation 因为刚刚讲到good quality data 非常的重要 那目前来说static 可能只是中英文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非常得益于政府的一个资助 我们会接下来跟欧洲那边的伙伴合作 就是有Badda Frank和Montierra 或者他们会把他们的corpus 我们考虑怎么来把corpus进行reintegration 然后我们真正达到一个真正的 还是quipation mark mining intermediate data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可能对我们有关 口译里面不同的语种之间 会出现的一些相应的口译的策略啊 或者一些研究语题会有很多帮助 那这个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未来有这样的 这段时间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也希望了解多一点 大家怎么会用static 然后用static来做什么 我们从今年开始呢 开始举办第一个static forum 就主要是邀请static的一些用家来分享 或者是他们如果有publish article的话 请他们来分享他们是怎么来使用的 然后我们来现场来考虑怎么来银行static的2.5个开发 我们预计呢 我们预计呢 接下来的这个大的corpus的size 应该是至少是十个minian的size 另外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 Card to the development 也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是我们其实就是在荷兰的演讲里面提到的内容 其实刚好就是陈金老师今天早上所提到的那个数字的element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Card to the development里面在进行测试 那我们有三个不同的实验的场景 baseline 还有就是automatic transcription 还有automatic transcription 叫NTT Machine translation的output的比较 那我们也看它对Cognitive flow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这边讲现在呢 是就是它的对语言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不管是中翻译还有音翻中呢 基本上都会导致correct rendition of numbers的增加 然后mistranslation和音识的减少 尤其是最后的一个version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开发这个ASL加MTT的 跟中英文相关的一个Card的软件 那这个软件会放到哪呢 最后一个就是放在我们自己的新成立的一个startup的公司 叫一点通Interlink 那Interlink呢是一个网上的品牌 可以提供主打式口译服务为主 我们也会加入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的元素 因为我们在香港有一两个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的组织呢 他们想要跟我们合作 所以我们这个app呢会开发给他们来使用 所以除了Language Interpreting 我们也有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而且会有一些Translation和Sign Language Solutions 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些辅助性的服务 那我们会把自己的一些R&D的 还有Copass的一些成果呢 在这个里面realize给我们的用户 还有我们的语言 那最后就conclude一下 估计可能没有时间就很快地展示一下 就是有关AI对我们的curriculum design 一些影响 这些可能都是大家可能 我们现在来说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 对Trainers来说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变成Trainers 还是我们都是发展于哪个方向都要去抓呢 然后学生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是不是有点太低估学生作为 我们说它是Internatives的这样一些能力 因为他们可能对我们 比我们来说的话 他们可能更 对一些AI的软件上会更熟悉 或者是更快地接触 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反思里面 就是人文教育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从我们的Alumni 我们的校友那边收集到的经验呢 就是我们Department名字非常长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但是呢我们的Alumni 他们的反思里面呢就是说 Intercultural Studies 对他们的影响最大 不是Interpretation 不是Translation 因为他们觉得从Intercultural Studies 他们所学到的Critical Thinking的知识 能够帮到他们去驾驭了AI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我自己最近思考的比较多 就是我们下个月在今会也会有一个会 就是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Year of Human Machine Year 所以那我们Higher Education 在这样一个人机的这个交互作用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我们的Higher Education 我们作为Higher Educator 我们究竟要做什么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可能希望是能够给大家 能够进一步探讨的一个问题 对其他的领域的影响 当然就是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会里面也提到 人和机器之间的这个作用 到底是integration还是interaction 我们在AntiLink 主打的一个是叫什么呢 我提的就是叫做 Machine Facilitated Human Supervised Language Solution 我觉得这个可能算是目前来说 我自己感觉到应该是比较positive的一个想法吧 当然就是AI它还会影响我们将来的 比如说当时候写文章跟AI一起写 是不是AI是co-author 有些打GZ-Ban 他不可能是co-author 但是那你要不要承认它的存在 那另外AI存在了之后 会不会影响professional 我们是不是还是charge一样多的钱 比如说Translator 他给一个AI的Draft给你 那你再去Edit的话 你是收一样的钱的 还是少收一点钱的 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将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就是有一些我们在之前的这个会上 也有人提到就是说 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Translators 可能need to be replaced somehow 所以这个是As a certain conclusion Thank you 好 我非常感谢潘勋教授 刚才快速的分享 我实际上语说得很快 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想法 Very exciting Lots of exciting ideas So quick question OK OK Go ahead 谢谢潘老师的介绍 就是inspiring and informative 然后特别excited 会觉得有一个short question 或者是一个请求 能不能那个Mana's corpus 可不可以今年就给我们access 可以可以 很期待 非常期待 看这个Mana's trajectory development trajectory 很期待 然后这一个小问题想问潘老师 就是这些Mana's 他做的这个文本就是这个Data 它是还是political的scenario吗 还是非常的biverse Learners Learners 这里面 让你们开一个 Learners Learners 这一部分呢 我们是所有的都有的 但是基本上每一个Learners 他都会 就是我们会一个sauce text的配对 里面可以供大家选择 有几种不同的scenario 然后有的是一个sauce text 就针对的是不同阶段的Learners 甚至不同的阶段的Learners 他同时会 有可能他是做同一个Learners 我们会要求他又做sat translation 又做ci 又做submitentious interpreting 所以可以跨interpreting模式 进行比较之外呢 还可以跨他的学习的这个阶段来比较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激动 因为那个八爪鱼那个 我真的特别想给大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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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再次感谢潘轩的分享 好 那我们下一个讲者呢